上个单元我们看到一群热血的动物保育人士 四处的救援动物侦办动保案件 然而台湾光是流浪狗 估计就有12万只 怎么救也救不完 再加上了虐待动物或者是非法繁殖事件层出不穷 让这群人不断的自掏腰包 买饲料付动物医药费 死亡的动物还帮他们付费火化 这样庞大的开销导致了许多的成员负债累累 而办案搜证的过程更让他们必须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他们为什么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他们呢 继续带你了解 基本上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吃的 就是可能猫狗要吃的罐头啊 就是在箱子里面 像前置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那种 就是可能身上被缠住有什么铁丝什么的 那种会比较好用 张敬伟是东宝界的500老师 原因应该不用说明了吧 他的后车箱内全是救援工具 但里面这支大圆锹却令我们不解 可是我们会看到尸体的话 我们一样会帮忙就是找个空旷处把它埋起来 然而路上往来的车辆数十辆上百辆 为何会做出和其他99%的人不一样的决定呢 舍不得吧 我觉得每一个生命可能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他们曾经也有可能有家人 那你看到的话 他就在路上血淋的躺在那边 被车子一直连过 我会觉得我舍不得 硬汉的外表下 心却十足的柔软衣杆 这样的特质 让他处理东宝案时 往往严重自伤 我们要破坏一件毒口案 是必要 我们要牺牲一条狗 我们要人躲在某个地方 拿着摄影机 拍的那个人丢了毒耳 然后有狗去吃到那个毒耳 然后狗死掉 这个案子才算成立 你就要眼睁睁看着这件事情发生 如果办动宝案件的时候 你根本没办法睡 眼睛一闭起来就是 都是那些画面 看着生命在眼前断气 死亡 对心灵是一大冲击 让人要从事动宝 则必须准备一再的被冲击 抓外捞翅狗 我们要找证据 我们就直接在植母车里面 就直接捞出两个狗的头颅起来 你知道对一个很爱狗的人来讲 那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事情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情绪是非常负面 甚至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走入人群 我有人群恐慌症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的世界好负面 我看了好多好负面的东西 然后要自己吞 每一次的出勤都是对信念的操练 这样的折磨让他忧郁 暴瘦了40公斤 这是动宝人都得面对的残酷试炼 这就是也是当救婚的时候吃的 而李荣峰选择的面对方式 是将这些试炼化为一生的印记 吃银就是一种疤痕 其实很痛 在吃的时候是非常痛 会流血的 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个纪念 第二个就是要警惕自己 因为在过程里面很痛 死去的就是失去的 或者是我们救不回来的生命 警惕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背负了这么多生命在做事情 原来这些刺青 并不是令人畏惧的黑道标志 而是沉重的警惕 为了这份使命感 李荣峰甚至放弃了正常的人生 他生活很奇怪 就是永远看起来没有睡饱 开一开太累就睡了 又过了几个小时 我醒来了 然后一起开车 半夜去消防局值班 然后白天去送用所拍照 他们是家里的时候带着小孩一起去救援 又一大堆电话又来了 就是很不是正常人的那种生活 许多长期投身动保的人 不是请家荡产 就是孤家寡人 因为动物永远救不完 付出的时间和金钱 更是无底洞 这些人都是superhero 什么蝙蝠侠 超人或是蜘蛛人 在做的事情 不是一般人做的事情 但是这些超级英雄 没有一个幸福 为什么会有超人 因为就只有一个女儿 就很少嘛 你有想过如果它有蜘蛛人军团的时候 如果有蝙蝠侠军团 我们要怎么样改变这个环境 就是让更多人变成超人啊 对对对 旁边在打排球啊 对对对 所以你到底在哪里 我在动物大学四个字的前面 哦 我在公车站牌这一边 所以我过去我过去 怎样制造出更多的超人呢 李隆峰的答案是教育 他一年接一两百场演讲 试图宣传尊重生命 今天这一场来到动物大学 好来 请问一下贵社的 平常的社团的业务有哪些 排班照顾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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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场两小时的演讲 从基本的动物招呼 畅谈到生命的意义与尊严 刚为其他生命创造福祉 对吧 没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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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斯又在这条生命 已经生不如死了 虽然现场只有六名听众 但他们的眼神随着演讲进程 一发坚定 或许下一个超人就在台下 我觉得他讲的就不仅限于动报 而是一个概念 如果拿电武功来说的话 有点像司法的感觉 就是它是一个核心的价值吧 就是算有点被打脸 就是可能自己之前做过的行为 都满满了什么之类的 现在就是又感觉又自己 跟上了一个阶层的感觉 李荣峰 韩张经纬都在校园 推广动报教育 内容都是不断反省修正后的沉淀 即使是最基本大家都认同的节育 他们也能够视为理所当然 你把自己换成是狗的心形 他今天走在路上快快乐乐 然后今天风和日丽的一大早 突然间一根针吹过来 他一直一根吹过来 咻 然后晕倒了 晕倒之后再醒来 都丢了蛋了 结杂这种事情是不是 是不是正确的东西 就是必要之物 它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强迫摘除每一只猫 每一只狗的器官 背后都是为了人类 所以人类必须把动物的牺牲 放在心里 但我们好奇 他们要这样长期从事推广教育以救援 他们自己又牺牲了多少 尤其NOE不受个人捐款 但企业捐款却又寥寥一几 像你这样一天大概工作有几个钟头 不一定的 其实八到十二个钟头差不多 我们团队大部分都有正职工作 我们其实各行各的都有 我们还有像特技演员 做冷气维修的 然后做监视器的 张敬伟开装球场 他必须要有份稳定的收入 因为他们往往要自己张罗动物饲料前医药费 连死亡动物也要付火花费 这些开销都得自掏腰包 掏腰费费已经不是秘密了 就是团队里面可能 不问的人真的是这种状况 尤其是身为组织老大的李荣峰 他随时待命救援 无法找稳定的工作 收入更是一大问题 你这个老大老了 真的吗 对啦 你不要这样不耐烦了吗 他就是我买了 是你要买了 你想要买了吗 最近李荣峰接到耿赚钱的案子 是帮钥匙朋友卖猫狗的洗毛巾 他试用一个月后决定在脸书直播 前来兄弟陈维廷帮他洗头 不过直播预告和标题与他往常的 硬汉形象大相径庭 这样的另类宣传效果如何 不要再脸买了 人家要放一招还是脸买了 你这个老大很变态 就是等一下我要帮那个死光盆洗头 对 然后我等一下会冲锋 我会弄死的 吃剩是一定会吃的嘛 肉毛就肉头毛啦 好不好 等一下 不要 我已经吃到了 要不鼓励大家打量食用好不好 就是 还是不要吃 有别的东西可以吃 就不要吃狗也不要吃猫 也不要吃沐浴乳 不要吃洗毛巾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味道 有人说想他维庭弄透他 等一下啦 不是 不要体肌吃 我一定不要弄透我 那时候他想起来 你等会让我洗 他让我去你看 你当时我说你不要散留言 麻烦中子进入他的鼻孔 他是一集保育类情温柔点 拔毛 两个汉匠的温情演出 反差效果 催出不少点阅 但能带来多少收入 李隆峰并不担心 维持生计这件事情 一直以来都 对我来讲说 我都不去面对他 我就觉得我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你都背了背后要死 我几乎是在用一种 打工仔的这种 方式在过生活 我们人一生当中 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 才有所谓的成功 所以我只能取舍 我只能抛弃 平常人过的生活 这样的选择 需要多大的典器与牺牲 这么多年来 又是否后悔过 你去看到有一个小孩 写了一段文章 他开始觉得说 哇我们不应该 再去购买动物了 我们要开始懂得 尊重生命什么的 坦白讲 我是吃死这些东西 撑下去的 台湾有完善的动保法 却极度欠缺执法人力 有对生命尊重的法条 但还是无法成为 普世价值 于是这些毛海守护者 被迫牺牲自己 成为超级英雄 然而 希望世界变美好 可以不要只是 踩在少数人身上 向前迈步 而是成为全民运动 其实我们更要 我们更希望就是 大家知道就是 连我们外表这样子的人 连我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那为什么你们不可以 所以你们很重要 你们要帮我传递出去的 不是我救动物有多了不起 还是救动物有多辛苦 而是改变这个世界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只是用救动物这件事情 来表现 NOE指的是 不只是环境 在环境之外 还有人心 还有责任 还有生命存在的意义 人类是万物之灵 你拥有比其他动物 更多的本事或智慧 那你就要拿出一个 就是高端者的姿态 来面对这个社会 不是用杀戮 不是不能去虐待 他就是要为 其他生命创造福祉啊